现在啊,这个养娃呀,贼费钱,这些钱呢,涨起来足够再买个小房子了吧 长大之后啊,这个父母啊,如果说我作为父母啊 就现在这些女网友们啊,豆瓣的女网友们,觉得自己长大后 你作为父母肯定还是要给孩子买房买车,对吧 还要背上一辈子的贷款 这普通的这个孩子呢,二十几岁,现在也就只能养活自己 最多呢,也就是接过父母给他买的房子的房贷自己还 就算子女发达了,也很少有父母要求很多物质上的东西 还是省吃俭用省下来留给子女 至少周围很多是吧 还有的呢,子女负债啊,还房贷啊,还到吃力的时候呢 父母还得帮忙还钱呢 周围的这个现实生活里很多 所以啊,养娃是为了啥呢 如果养娃的成本远超过养老的成本 那为啥不把养老的钱存下来给自己养老呢 就是你别养娃了,你把这笔钱存下来养老啊 足够你养活自己了,养得非常好 这就是这个豆瓣女网友啊 她当了这个二十几年啊 子女的经验,她觉得这个养娃没用 然后这个其他的豆瓣女网友就开始评论了 养老啊,就是为了养老啊 大家也别装了啊 就这个目的,主楼说的这些啊 是良心父母 可是那一堆啊,垃圾的穷爹穷妈生孩子 就是为了养老 养老啊,怕老了,病了,动不了了,没人管 不然图啥啊 养着狗都比养孩子强是吧 从前的人呢,觉得养个孩子就是多伤筷子啊 多伤嘴的事儿啊 他们不也把孩子当狗养吗 然后还有的女网友说呢 这个很多这个父母啊 当然知道啊 对他们而言什么性价比最高 普通人呢 关注自我也没有什么上升空间 难道不生孩子就能考上清华北大吗 仍然不能吧 生孩子是这类父母啊 最轻松 普通人的父母啊 就是普通人做父母 最轻松就能达到他们巨大成就感 成就感的方式之一 我有后代了 我有基因能传下去了 普通人最容易得到自豪感的地方 而且呢 这些普通人做父母啊 他本身他自己的生活也很空虚 一个人呢 想要充实自己呢 是有门槛的 大多数人呢 包括我的父母考上过大学的 名牌大学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精神世界 怎么充实自己呢 超过5000字的文章 很多这个中年大吗 像我这个这把年纪中年大吧 超5000字的文章 就看不进去了 只能盯着孩子 喂孩子吃饭 催孩子上学了 显得自己还挺忙 给自己找了好多事做 自己从这种充实中呢 得到满足 何况呢 目前养老啊 中国养老啊 还是靠子女 无论是精神上需要寄托和安抚啊 还是子女可以盯着护工 让护工不至于殴打父母啊 从这些实用性上来说呢 性价比都比较高 可能有些父母啊 没有明确算过这笔账 但是本能告诉他呀 生孩子对他而言呢 性价比就是最好的 至于孩子的人生 要承受生老病痛和死亡 孩子要承受人生中的 种种的不愉快 种种种种的跟人斗人 人斗争人和人竞争和人斗争 那都是孩子自己的事了 只要孩子走在他们身后 他们就眼不见心不凡 其实啊 这个父母啊 就是像中国 尤其是中国的父母 生孩子无论是为了养老啊 还是有个情感寄托啊 其实还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 所以啊 这些父母 你也别吹什么无私伟大了 大家都真诚点不好吗 还有的网友说呢 不要试图让父母理解 生孩子没用 父母又不傻 他们作为一个人 当然要极尽全力 选择对自己人生最优的选择 要是一切为了孩子 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人生孩子 比如说我这样的 我是一切从孩子的角度去想 这个人生多么苦难 像我这种妈死早的 然后爹呢 又非常的自私自利的 非常的刻薄寡恩的 这种我的人生这么坎坷 那我当然不想生孩子 我为孩子着想 大多数人都不会把人生啊 必然走向的死亡啊 当做礼物赐予孩子 但是呢 大多数人都这么选择的 所以啊 但凡生孩子基本上都是为了满足父母自己的精神满足 他们对人生虚无啊 老去啊 死亡的恐惧啊 要从孩子身上等待危机 就好像传销组织一样啊 自己已经上船了 唯一能减换自己损失的方法是发展下限 但是孩子自己也要独自面临同样的人生艰难和人生恐惧 所以才要催孩子生孙子 发展下限的人眼里呢 对于下限能给出的建议啊 就是催促他们发展下下限 因为这就是他们解决自己问题的唯一方式 就比如说我父母啊 尤其是我死爹 他就是被这个垃圾父母虐待 而他们的垃圾父母又是被自己的垃圾父母所虐待 所能够吸血所压榨所压迫的 就一代又一代的压强 他们一旦做了父母 反倒也是学了他们自己的垃圾父母那一套 来控制啊 来打压啊 来虐待孩子 让孩子成为自己奴化孩子 就是奴化教育 然后呢 我死爹的还是受到这种高等教育的 但是呢 他仍然选择了 他父母那一套 他把他最不削了 也是重男轻女那套 他把他最不需要的我 我又是老二 又是女孩啊 又又是他死去的亡妻的啊 这个留下来的孩子 又不是他现任老婆的孩子 那他当然就选择的 选择我 我又一直在他身边 我就他唯一的啊 发泄的出气筒了 那你想啊 他就觉得他这样很快乐 哎呦 我把我父母给我的虐待 虐待给我 我最不需要的这个一个 那我就爽了 我爽了 我的人生价值就得到了 我的精神价值就得了 我只要在外面啊 这个什么单位里啊 不顺心呢 什么家庭里的 婚姻里的 这就是各种吧 那我都发 我就把我这个 我最不需要的这个孩子 当成我们这个家庭 共同的敌人啊 来虐待来针对的话 那我这个家庭又稳固了啊 我在外面受的气 我也得到发泄了 这就是啊 他几次三番要拿铁线拍死我 要杀了我 天天叫嚣着你给我滚 我要杀了你 你给我到大街上要饭去 他说起来他很爽的 他不考虑说 对我这个未成年的我 毫无生活 就是独立生存能力的我 是有样什么样的精神 精神上什么样的摧残 他不想的 反倒他觉得摧残了 你的精神世界 他很爽 这就是这种拉起父母的心理 千万不要觉得为人父母不开心啊 以为没有自己 他们会过得更好 没有我呀 这样的垃圾 这个这种 垃圾桶啊 情绪垃圾桶啊 和出气桶啊 他们会过得更差 根本就不可能的 是孩子给他们找到了 社会颜面成就感 自我肯定 对自己基因啊 自恋心态的达成 充实的生活 人生的意义 养老的储备力量 精神抚慰啊 没有孩子 父母的人生也还是一片空白 谁都会恐惧自己人生是空白 他们老的好处可大了去了 是从我死爹来说 哪怕我没有给他养老 但他从我身上得到的精神价值大呀 上哪儿去找着这么廉价的出气筒啊 当然呢会说呀 就像这种 尤其是妈妈呀 中老年大妈 像我这个年纪中老年大妈 就会对别人啊 尊尊尊尊尊尊佑啊 苦口婆心的劝这个年轻女孩 啊你生了爸爸就知道了 这个东西就是吃到了才发现真香啊 早知道就这样早点生孩子啊 之前啊 推三组四的怕孩子不快乐 这想多了 孩子不快乐不快乐算个屁 只要孩子死在我后面 我就假装他永生 他不会死 我也不会就因为怕死啊 因为呢我的孩子会永生啊 这还是好的父母 像我那种垃圾父母啊 就是那种取了田房下屌子啊 就恨不得你原配的孩子 全部就地去世的这种垃圾爹啊 他还真不觉得我是他的永生 他只会觉得呢 哎呦 我找可有一个廉价的啊 这个甚至是无价的出气筒 供我发现我人生中的不爽 他可赚大了 所以说我就坚决的要定课 因为我发现从我的经历上来说 那我就觉得人生太不快乐了 从这个网友们的意见来说啊 我为什么会说不生孩子 其实我不生孩子 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自己是个普通人呢 我不会为了掩盖自己的普通 我就想通过生个孩子来寻找自己的人生成就感吧 不会像我姐那样啊 他为了掩盖自己的人生普通的非要生个孩子 其实呢 其实呢你选择做一个低成本的垃圾父母 你还是选择做一个高成本的负责任的爱孩子的父母 当然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哪怕是我对我自己的猫啊 我都不会选择说 哎 只可以一口吃的啊 却不让猫的这个生活环境的保持卫生和整洁的垃圾主人的 因为选择对猫啊 采取低成本的养育方式的并会让我这种人感到快乐和轻松 尽管只可以一口吃的不搞卫生啊 是很轻松偷懒的 我跟那种啊就心里有问题的 啊 滥养啊 滥繁殖猫的这个那些养猫女呢 是有本质区别的 他们养猫啊 是为了填补自己的心理缺陷 表面看啊 特别宠一猫 还让猫上床啊 跟他们睡一个被窝啊 哎呦 那只想宠的不得了 其实啊 我发现他们根本就不爱猫 他们给猫提供的 是又脏又臭又乱又拥挤 又滥养嘛 那每个猫的生活空间其实都很小的 就是猫一多呀 肯定是要打斗争地盘的啊 肯定是要抢食的 猫就这样 他不缺粮食吃 他也就天性就是这样 天性就善渡 而且给猫提供 给猫提供是这样的生活环境 就我看来啊 他们需要的根本就不是猫 而是心理医生 我这些年啊 遇到了特别多的这个养猫女 因为我也养猫嘛 而且这些养猫的呢 是有年轻的也有年纪大的 但是我发现啊 他们心里啊全都是有病的 他们全都喜欢鼓吹自己善良啊 做慈善呢 尤其是收养那个流浪猫的那些女网友啊 其实呢 他们是在猫身上发现了 他们自己得不到父母的爱 并不在乎猫自己的需要和感受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都不应该养猫 自己人生有缺憾 却要发现给猫 然后对猫也并不是真的好 表面看呢 我相信啊 就是我相信他们的性格啊 还有这个情绪控制能力啊 没有虐待猫 有一个养猫啊 收养这个 收养流浪猫的这么一个豆瓣女网友 但是她会经常的打猫 她脾气不好 行上来的就打猫 我也不能说这个 她就是虐待 但是她能够掏血本啊 来给猫做手术 她养的全是品种猫 品种猫天生就有缺陷的 就有这种基因缺陷 到了一定年龄 就六七岁也不大啊 就全都生病 你看我养的猫全是土包 基因就就很好 就没什么病 你看就养到十几岁了啊 一个是十一岁了 一个是九岁了 或者是十岁了 那么什么病都没得过 一个手术都没做过 只给他们做了这个 这个这个绝育的手术 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繁殖 你说你呢 就是他们的就是表面看呢 基本上都没有虐待猫猫的 但是他们是按照自己 沉溺 自以为是 就像虾眼狗一样 就那种病态心理 烂养烂收猫 根本就没有给猫啊 提供一个健康 安全 卫生 宽松和谐的生态环境 就网上遇到的 还有看到这个开什么猫旅馆的 这个收猫的这个大妈呀 旅馆大猫啊 我发现他们全都是脑子有病的 尤其是近期啊 就我不是到那个外国去度假吗 然后就把我家的猫啊 放在了寄养在的猫旅馆 猫旅馆是臭气熏天 而且我发现每一年去去他这个旅馆呢 这个大妈啊都多了几十猫 他也不给他猫做绝育啊 这个猫就不断的繁殖繁殖繁殖 那个每个猫的空间特别小 下次我肯定会不会再选择 他这个猫旅馆了 那么臭那么脏 而且呢 还让我的猫啊 猫耳朵要被其他的猫给咬了 而且呢 他还给散养放出去了 放到院子里去了 我们抓这个猫回来就费了好大劲的 就这样的啊 就是这种脑子有问题的 没有管理功能力的 我就觉得他们应该是先把自己的心理疾病给 先好好治治 你就别说你自己的心理疾病没治愈 你就开始祸害猫的一生了 同样啊 养孩子不也是一个道理吗 绝大多数人呢 很多人都是有 尤其是女的 在这种重男轻女的环境里啊 都是有心理缺陷的 你说你有心理缺陷 你还生什么孩子呢 你生孩子就祸害孩子的一生 祸害孩子一生 自己还没有自知名 感觉不到 自己在祸害孩子 还自己觉得自己多爱孩子一样 我看这些人呢 我就嗤之以鼻吧 我内心嗤之以鼻 但表面还不能表现出来 尤其呢 他们呢 是养了孩子呢 还把孩子呢 扔给自己 国内的老人带 老人带孩子 怎么带呢 老人顶多是给孩子一口吃的 他们给孩子个人卫生的布怎么搞 绝对不可能说给孩子一天洗一个澡 你最近你就不洗澡 重点部位你得洗一洗吧 他们做不到的 连老人自己每天的重点部位都不会洗 你想想他能给孩子洗吗 其实呢 其实呢带孩子最这个不爽心啊 最费事的费体力的就是给孩子搞个人卫生了 但是呢 这些人呢全都做不到 这就这样呢 你还让你的这个国内老人给你带孩子呢 但是呢 这些父母啊 他不觉得 孩子一见到我就说 哎 你为什么丁克呀 这就总是问啊 你丁克就好像他就有多了一条什么这个看家狗啊 我没有 我就 他们就很有优越感一样 我就很奇怪啊 每个人啊 选择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呢 都是他深深熟虑的结果 我没有指责你啊 说说你为什么生孩子呀 你自己人生不快乐为什么生孩子呀 我都没有指责你们 你们还好意思来指责我 好像我不生孩子对社会有爱一样 哎呦 真的是